第二个问题要问许晴 请问你是真的和张翰合不来吗 那个巴士的事情是这样 因为有些是电视观众看不到的 因为我们在飞机上 张翰跟我说 说我们的酒店不知道怎么走 因为设置组没有车给我们 我说真的 然后他说要我们自己租车 我说好租车 我也行机场上有各种车 然后他说那你能 因为英文不太好 你能帮我怎么样 我说没问题 所以我就当了一份责任 我找不到张翰了 找到他那时候已经 已经太迷范了 开了票 所以我就觉得 他做的应该决定 应该有一点问题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地点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 互相商量一下 对 可是剧导演后来回来透露 当然我们现在算有点剧透 就是他们后来的关系特别好 你跟张翰关系处理 是的 对张翰是越来越懂得 是一个很暖的男孩 华晨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华晨宇 我想我们两个人 应该是有亲人般的那种神交 我们是灵魂的小伙伴 真的他非常非常让我去爱他 你现在很少有人可以跟火星人 做灵魂的小伙伴 我觉得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 还是吗 障碍 对 聊的东西就是会比较 高的身 对 高一点 对 高一点 高一点 其实呢